人家也出去了 这倒还是因为普一世纪长 他也是盗买 因为这个当时民故 所以进去宣布这个了 他也还 这倒是迅逼了 还有的你看我几个例子 这个周总理曾经当时 送一个明朝的花瓶 给斯图雷登 对吧 那么这个今天当然是文物了 在当初这也不算文物 要是文的 那么结果呢 斯图雷登到临终以前 他立下的一座有一条 就这是中国的东西 请叫他的秘书附近波 把这个送回来 我相信将来 我们只要是真正中国 一方面强大文明 对吧 我们这个跟世界出镜友好 那么这样的人也会有的 对不对 这个我们要多方面看 对吧 就是你像讲的这个 像这次律师 打官司的这个律师团 他们就是说 我们这官司就遇着了 遇着了肯定是要输的 但是输也好 就唤醒中国人民教育 法国人民 让他们知道 教育他们 那么另外呢 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 他的确是付了钱 当时也没有犯法 那么我们是当的 大家通过友好的 比如协商 大家决定补偿 或者对方政府 为了对中国友好 他们来解决这问题 这也是可能的 所以大家眼光的 要放远一点 我们今天要这样做 这个实际上一方面 我们通过这样做 来反省我们自己 以前不重视我们的文物 对不对 没有及时的追讨 比如到现在为止 人家假如问 你说我们是掌握 你掌握中国政府有个名单吗 你怎么界定 对 我们应该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面 我们中国应该公布一个名单 所以我们中国 掠夺是追讨的范围 我们一千年一万年 你总是直落的 但是这样就比较好 那么因为你要相信世界上人民 不是一定要中国人爱中国 对吧 而且大家组织正义的人也是有的 那么这样至少我们的道义上面 赢得了这个 而且咱们不是讲科学发展过的 我从葛教授这里 我看到一种科学思维 你知道我听过一位 就是中国研究中日战争的 他就很感慨了 他就说 我们说南京大屠杀 他说我到日本去看 日本打一场仗 死了几百几十几个人 武器子弹都精确到各 有名有姓有证据 我们一说呢 有三十多万人 但三十多万人当然是写的历史 可是呢 你真要去举证别人 这些人是不是都是有名有姓的 都是谁 就在哪 我还可以给你几个例子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是亲身知道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啊 他要脱压入欧 所以呢 传统的这个汉 汉字的什么书法什么都都不要的 很多文书呢 当废纸这么扔掉 那么当时我们中国一个外教官 跟这些学研很有名的 这个杨守静 我们历史地理的宗师 对吧 他书法也很好 日本人到现多 那么他做谁 他一看了就赶快把这东西 有的收购 有的就剪 那然后呢 有的比较贵的呢 他要去交换 他在书法日本欢喜 他带着杯铁碗 他把这幻大批的几百卷的 可能还更多 跟他拿回来 那么这中间呢 就有日本今天国宝界的文物 我们也收购别人的文物 那么我这前几年 我跟日本交流 他们知道这个 我也带他们去到上海博物馆 上海这个图书馆 和这个湖北的博物馆 带他们去看过 在上海图书馆 我拿一卷 就要请他们拿出来 日本光明皇后 像当我们唐朝时候 他手写的佛经 然后呢 有中国包括胡胡凡什么 很多名家的提拔 当时我记得 这个日本的大庭修教授 现在去世了 还有那个 这个利古贤子 这个教授 他们是一种 朝拜向圣人一样 这是我们的国家 对吧 那么我在开会的时候 我的观点什么呢 中国人民为你们保存了国保 你们如果没有中国 当时学者有这个眼光 跟你保存 你们的祖先 都把他的废子都扔掉了 有今天吗 那日本怎么不想讨回呢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就是 我们如果站在 我们站在历史的眼光上 我们也要区别 一定要都能够说 他手里有中国 一定就是 对吧 那么要区别开了 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 合理合法 追讨那些最重要文物 这样的目的 好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李京还有问题 对啊 就是我们也知道了 刚才您一解释 就是那瘦瘦本身 他没有那么大的文物价值 然后有一种评论 说是中国人的愤怒 把他给抬高了 抬高了上亿 那您刚才说 对吧 您刚才说要追讨最有价值的 那就是在您的界定当中 或者是一个普遍的共识 最有价值的是指哪一些呀 就有没有确认的 那就是要首先要调查 然后在这里 我们选 就是那这就几个条件 本身是文物价值意义高的 对吧 比如讲 我当指示 像譬如 现在我们不知道 这个中国元人的侯盖国 那么他现在找不到 万一像这样的 那么就是这个 党的价值最高 对吧 那么这里面看 那么文物价值高 另外呢 对中国人感情上面 比如说 你和我们感情维基在一起的 这是一种民族的象征性的 那么另外呢 更主要的是 它的来历清楚的 就明明白白 你什么时候把它拿走的 你比如说抗日战争以后 那么以后呢 就发现日本有些文物 那它赖过来不掉 就老老实实都交出来 你这种就拿走的 那我们呢 要专家学者 这个起作用 你要把它调查清楚 发表议论容易 追求真相 所以我又看好多人 这个在网上 你又被谈了 我还骂人的 这很口号 太容易了吧 你能不能搞清楚一个问题 那个律师 那个律师 法官律师就说了 你连一个真实主体 你都搞不明白 你个人是没有办法 爱心觉罗中心会 那有的是莫名其妙 对的 这什么话 难道我们还还是皇帝的后人 难道这么说 故宫爱心觉罗中心会了 他就从未发生 他就宣布了 除了他私人物品以外 就没有资格了 对吧 那么到从一天上进宫 就形成完了 然后他又拉了另外一个公席 然后他又拉了另外一个公席 本来什么是故宫报应 所以我们连人家对话语系都掌握不了 你怎么去跟人家去追讨 对 而且我真是有点担心 你就是这么一闹了 将来国际上的这个拍卖市场上 人家对中国人就只玩的 对 我另外觉得就是跟家事德 其实没关系 人只不过是一个商业的运输 他是代理行 但是我们要做 那个 这个主人 他居然把这个文络 跟这个其他问题 这是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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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